第十个节目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到 《杀迦丽雅书》第六章的下半段了 《杀迦丽雅》接受了8个异象之后 来到第六章第九节开始 上帝的话再次临到他了 那么,什么话呢? 这一段话很有意思的 第九节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从被鲁之人中 取黑带多比亚 耶大亚的金银 这是三个人的名字 这三个人是从巴比伦来 他们在西方亚的儿子 约西亚的家里 这三个人来到约西亚的家 他们在那边聚会了 当日你就进他们的家 撒加利亚就去约西亚的家 去见这几个人 然后取着银子做冠冕 他们带着银子就把他接收了 做了这个冠冕 就带在约沙大的儿子大祭司 约苏亚的头上 前面不是讲到 神要洁净约苏亚 帮他换衣服吗 换衣服是象征性的 就是除去他的罪 之后要把冠冕带在他头上 冠冕怎么来的 就这样来的了 十二节对他说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看那名称为大卫苗义的 他要来本处长起来 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注意大卫的苗义这个词又再次出现了 当然指的将来的一个国度来临了 之后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 又必在位上做祭司 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 这里提到两职是两个职份 哪两个职份呢 第一个掌王权嘛 当然是君王嘛 但是前面又做祭司哦 那就是君王和祭司 两个职份要合而为一了 将来这一位大卫的苗义 身兼祭司和君王的身份了 那么做了这个冠冕 戴在约书亚头上 代表着约书亚正式成为祭司 但是呢也预期着将来还有一位 又做君王又做祭司的大卫的苗义要来出现 然后他也要建造圣殿 代表着这个圣殿有一个穿越时空的意义存在了 对吗 好 十四节呢 又继续说这冠冕要归西连 就是紫黑代 多比亚 耶大亚和西方亚的儿子贤 贤就是约西亚了 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你们就知道万君之耶和华 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这事必然成就 神的话当然是永不改变了 不过在这里有个重点 重点是约书亚戴上冠冕 就要担任祭司的圣职了 那么建造圣殿 这里提到不只是你们建造 还有将来 还有远方的人也要来一起建造 那给我们看见了 在以色列历史里面 远方的人从来没有来建造第二圣殿 他们只是在那里主爱 那这里讲了什么呢 讲的当然是一个末世的预告 建造圣殿 其实将来这个一起建造 万国建造的这个思想 已经在撒加利亚书放在这里预告着了 那今天我们读这段经文 给我们看见圣殿的当代性 以及圣殿的永恒性 在上帝的心灵里面 重建这个圣殿 其实不只是为了当代 其实重建这个第二圣殿 是远远超过当时的意义的 是预告着将来有一个更荣美的圣殿 要被建造 而这个第二圣殿 只是一个重建的一个模式的出现 那永远的圣殿 就是大卫苗义所建造的圣殿 现在我们在新约时代 就看得更清楚了 好了 回到这段经文呢 这段经文有三个人物出现 是吗 他们愿意奉献金银 来制造一个冠冕 给约书亚嘛 这三个人还记得吗 黑大亚 多比亚 耶大亚 不过圣经说 最后这个冠冕要归给他们 然后放在圣殿中做纪念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一切为神摆上的 不论是金银 或者是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人际关系 献给主 我们没有失去 献给主 我们才会永远拥有 所以他们所献出来的金银 成为一个永恒性的冠冕 还放在店里面做纪念 你我所献上的 不是失去哦 是加倍的拥有 永恒的持续的拥有 请问这样的奉献 是不是一个非常超越的奉献 让我们自己所有的 献给神之后 反而没有损失 更是存到永恒 这一个信息 在这段经文 已经隐含在当中 当我们阅读的时候 思考的时候 灵修的时候 把这个信息 化成我们今天的行动 愿主祝福你 平安 建立正在